做完膝关节致患手术后 患者常见的几个问题 看看你有没有遇到这些情况 如果有也别担心 听我慢慢的跟你讲 第一个常见问题 术后膝盖周围感觉麻木 很多患者拆开纱布一摸 发现膝盖周围是木的 没有多少感觉 这是因为做手术 膝盖前面会切一个15厘米左右的切口 损伤了膝盖局部的末梢神经 所以就会有局部皮肤麻木的感觉 等神经逐渐修复后就没事了 第二是疼痛 患者在住院期间疼痛并不明显 是因为打了止疼针和吃龙止疼药 出院以后疼痛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多不严重 医生也会开上一段时间的消炎止疼药 一个月后就大大缓解了 大多数患者在三个月以内疼痛基本就会消失 第三个是肿胀 很多患者行走后 膝盖和小腿就肿了起来 特别是晚上肿得比较厉害 睡一觉起来肿胀就消下去了 这个是正常的术后现象 受伤的肌肉组织在修复过程中 会有大量的白细胞和组织细胞参与 将受损的结构进行修复重建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两到三个月 甚至半年的时间 等到修复完成 炎症细胞消退 肿胀才能彻底消退 习惯节致患手术并不算一个小手术 对周围组织的损伤比较大 术后的恢复期也比较长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膝盖 有问题要尽早科学的治疗 最好不要走到 致患人工关节的这一步 我之前有分享过 许多关于膝关节健康的视频 我是骨科理医生 关注我学习更多的护膝知识